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到太宰志请留步的作者黄文具 来和大家介绍他的新书 欢迎文具 各位听书时光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黄文具 黄文具其实不算新人 只是说距离他的上一本书 已经快九年了 他的第一本书叫做感情用事 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我负责编辑的 当时张曼娟老师在推荐序里头有说 这个人根本就是一个书生嘛 因为他曾经是曼娟老师的学生 老师是看过他的文字也看过他的人 他说如果西装剥掉 换上糖妆 再把头发全部竖起来 背上双肩背的行李书囊 再加上一把半旧不新的雨伞 这书生越过一座寂寥的小镇 便上了山 往更荒凉的兰若市行去 那这样的介绍呢 让我们想到了比较像是 倩女幽魂里那个宁采成亮的书生 然后文句其实也是 曾经是中文系的博士生 只是呢 这本新书 从书名到书封 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日式书生的形貌 相信很多人都会好奇 为什么是太宰志 甚至其中有一篇 篇名就叫做 衰得像一本太宰志 那还没有出书的时候 就在自由复刊登出 那时候就引起了不小的回响 真的是令人拍案叫绝 读他的文章就是想哭又想笑 我想这就是 访文句文章的魅力吧 那文句要不要亲自向各位聊聊 这个书名是怎么来的 应该说我其实在上一本 感情用事那本散文集的时候 行销在那个文案上就写了一句话 叫家住太宰志隔壁 还用这样的一句话 幽默的方式去形容我的文学风格 确实我在写作的时候会有一点 虽然我自己是中文系的学科出身的 可是其实我读了很多大量的日本文学 然后日本文学里面 我最欣赏的就是太宰志这个作家 所以我在第一本书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像这一本这么密集 这么有系统性的去思考太宰志的作品 或他对我的影响 所以在那本书里 其实大概只是有简单的提到一些些 然后读者其实行销或是读者 他们很敏锐的发现了这个部分 就给了那样的一句算是封号 就家住太宰志隔壁这个意象 然后到了这本书的时候 就是说应该说我比较系统性 比较正式的想要用太宰志这个意象 来当做我的书名 然后去写他的人生以及我的人生 思考两者之间的互文性 那主要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我这几年 就是在人生的各个层面都过得不是很顺遂 我在33岁的时候 博士正大博士中措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好像人生像滑溜地一样 就是兵败如山倒 就是感情也不是很顺利 然后学术事业也已经断掉了 我曾经梦想成为一个大学中文系的教授 可是博士学会放弃了 等于是这个入场券也没了 然后接下来其实就进入职场 进入职场之后也遇到很多不顺遂的事 然后重点是我家里也陷入了长照黑洞 我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 大家都在被这个长照黑洞给吞噬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觉得好像人生活到了这个快要40岁的年纪 俨然是一个父辈受敌的状况 然后而且很明明中 我突然发现我今年是39岁 39岁刚好就是太宰志 真正自杀死去的年纪 因为太宰志是个自杀狂 他其实陆陆续续从高中时期 他就不断的挑战自杀这件事情 然后一直到真正的39岁那一年就死了 我就觉得好明明中 这个我曾经把他当成是文学偶像的作家 突然之间好像成为了我一个 他像是我的一个浴室一样 预言的浴 他像是一个浴室一样 就是在我的前方成为一个现实的浴室 我就觉得 那我重新来读一下太宰志的作品好了 然后当我重新很有系统性的 把他作品读完之后 我开始想要去思考一下 他的人生经历 对他的影响是什么 然后同时我也藉由这个太宰志 来反过头来关照我自己 走到这个兵败如山倒的状况 我的人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 为什么我会用这个书名 其实我一开始书名是想要用家族太宰志隔壁 就直接一个很响亮的句子 然后但是 应该是去年海纪念吧 有一本书就用了很类似的书名 对 然后我觉得有点尴尬 所以 我想来想去 就是那时候我也跟珊珊姐在聊 就说我们要不要改个书名这样 可能是因为日有所思吧 日有所梦 我后来真的就做了一个梦 我本来因为想 想老半天都想不到一个 比家族太宰志这个意向更好的书名 然后就总之做了一个梦 我在那个梦里梦到就是 我跟太宰志在营作 你们知道在 太宰志生前 她很醒 好棒的梦 对对 太宰志她生前在 她也是一个酒鬼 她除了是一个自杀狂 她也是个酒鬼 她当然是住在东京 所以她就是生前除了写作之外 就除了玩女人 她也是榴莲各大酒吧 彻夜不归 那在营作有一间酒吧 叫Lupin Lupin 鲁冰酒吧 那在现在还有营业 没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 进去里面都有挂一个太宰志的 就是曾经在里面做背景的一个照片 已经成为一个太宰谜 必去的一个游览圣地 梦里的场景就是这一间酒吧 我在那个酒吧里面跟太宰志聊天 聊天的内容其实我不太记忆 但是我们喝的酒 我还记得是太宰志 曾经在人间诗歌提到的一款酒 叫做电气白兰 它其实就是 它其实就是brandy的一种 对 然后这个电气白兰 其实不是这个鲁冰酒吧产的 它其实是另外一间 也是太宰志曾经去的酒吧 它是位于在上野这一站 然后那边有一间叫神谷酒吧 也还开着吗 到现在都还开着 它是一个百年的老店 然后它里面就是卖了一款 很特别的 你们都可以自己去Google 叫电气白兰 这个就是太宰志曾经在人间诗歌里面有讲说 想要用最快的速度最早的话 就去喝这个电气白兰 因为它的浓度高达大概40%左右吧 所以就是大概酒量不好的人一杯大概就倒下去了 我就在那个梦里就是 印象最深刻就在这个鲁冰坝里面 然后跟太宰志喝这种电气白兰 对 然后喝着喝着 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讲说 他有事想要回家一趟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 我当然在梦里 并不知道我自己是在做梦 然后我就匆匆忙忙的想要叫他等一下 我说你等一下等一下 然后后来我梦就醒了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异象好像不错 我觉得太宰志请留步 那请留步这个异象 其实它有蛮多的想象空间 相较于家住太宰志隔壁这个异象 为什么我要叫太宰志留步 是我还有什么话没有跟他讲完吗 还是我已经在梦里 我预知到他接下来的人生 要走向一个正式的崩坏 所以我希望拉他一把 就是我总之我会觉得这个异象 其实相较于我原来设定的那个书名 我觉得更有想象空间 也更有趣 所以就沿用了这个书名 真的是有一种鱼韵不绝的感觉 所以在封面设计上 设计师可能也认真地读了书稿 他有感受到这一个能量 所以就是出现了一个太宰志的背影 我们姑且就是说他就是太宰志 因为虽然没有看到脸 然后封面甚至有一些小小的虫 我们当初还有在讨论 这是什么萤火虫 还是白蚁 还是飞蛾 对 然后设计师有跟我们分享这小故事 他觉得说 他没有具体的设定 他是白蚁或飞蛾 他觉得是类似这样子 招生木死的虫 就是比较 很快就是走向毁灭的一种小虫子 就跟太宰志的意象蛮像的 对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封面 那除了刚才提到太宰志 就成是你的文学偶像 那你觉得 因为你的人生经历虽然说 你也觉得衰得像一本太宰志 但是你跟他还是有一些不同 比如说 你没有真的说 到每晚榴莲酒吧 然后自杀狂玩女人 应该没有啦 榴莲酒吧应该有 对 就说出了一个秘密 那你觉得在性格上面 你跟他还有什么共同点吗 我觉得应该可以提的一点 就是说 我虽然借太宰志之名语心 把他当作是一个异象 应该说 我觉得太宰志这个 姑且我们把他当一个文学符号 我觉得这个文学符号 对我来讲 并不是说 我百分之百就是要 要化身成太宰志 成为他的代言 或者是我的所作所为 一定要跟他化上等号 其实我并没有 想要给读者这样的意思 而是对我来讲 这个太宰志这个文学符号 它有点像是一个情感的杠杆 就是说 我去思考太宰志的人生经历 以及思考他的文学作品 同时我也在思考 我自己的写作经历 跟我的人生经历 我觉得两者就像是一个 互文的关系 比较像是这样的意思 对 刚刚讲说 虽然希望不要把我跟他 画上等号 就像你说的 其实我也并没有跑去自杀 对 然后我也并没有去玩女人 我曾经续大量的酒 这一点跟他是非常相像 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 我跟他有一个共同性 就是我刚强调的 我在文学上跟人生上 跟他互文之外 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人 在世俗标准下的人 他是一个不及格的人 所以为什么他的代表作 叫人间识格 对 他就直接明白了 告诉所有人就是 我就是一个胆小鬼 我就是一个世俗价值的逃脱者 我不要受这个世俗价值所捆绑 我就直接告诉你 我不及格 怎么样 我觉得要诚实到这种程度 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就是你要去告诉别人 承认你自己是一个 没出席 不重用 其实人间是 就是在日文翻译成中文 就是人类的意思 人间识格就是 失去作为一个人的资格 他明白就已经糟糕天下 那我觉得我自己 其实除了我刚刚讲的那几个家庭体制 学术体制 然后职场体制 我觉得我自己在各个层面活到了这个39岁 大部分的人 年假长的39岁 三十而立四十不获 可是我突然觉得我是又不利 然后同时又充满了很多的祸 所以我突然觉得我自己 在不同的体制里面 其实突然很像太太制 太太制也是一个 在各个体制里 没有办法适应的人 我在这个 太太制情流部这本书里 我有提到他这些 回顾一些他童年跟成长经历 他从家庭体制到教育体制 后来到出了社会 乃至于文坛也是一个广义的体制 其实体制无所不在 那现在其实各社会学 或者是一些电视影音作品 都在探讨霸凌这个问题 霸凌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别人有恶意而为之 另一种是自己 可能性格太软弱 你没有办法适应这个体制 你觉得自己在这个体制里 像是一个容器 你跟这个容器格格不入 所以你想要逃跑 你想要叛逃 那太太制她作为 你看她作为一个父亲 她是一个不及格的父亲 她跑出去玩女人 然后她也是一个不及格的丈夫 她其实根本没有在 真正的在家庭里面 扮演一个 很世俗价值下 很正常的角色 在写作上虽然小有名气 可是她也是一个 不是很会做人的人 她在文坛里面得罪了很多的前辈大佬 甚至就公开跟春春抗城 佐藤春富的人就杠上大笔战 然后更有名的 当然就跟深导游基夫之间的一些 余量情节 等等等等 我就觉得这个家伙 其实她 她非常有勇气的去把自己的 这个 羞耻的这一面 就她自己哥哥不入的那一面 你知道伤口不是结痂 就是伤口慢慢要烤的时候会结痂 可是她就是想要把那个痂拨开来 告诉你们 我就是这样一个哥哥不入的人 那我觉得我跟她比较相像的 倒不是说现实她所有的作为 比方说刚刚讲的那些什么 她去自杀 她去放浪 对 我承认可能有一部分 没有喝酒这一块 我跟他是很像 可是我觉得比较相近的 反而不是这个现实的作为 而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作为一个人 在这个世俗价值体制底下 你是否是一个及格的人 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某种程度 也不算是一个很适合体制 在体制里能够得力的一个人 所以我想要写的 其实就是这样 这种人在体制里面的 衰败的心情这样 所以这本书蛮特别的是 除了我们提到的 有一些人生的哀伤 无奈跟痛楚 然后也有一些黑色幽默的部分 就是曾经也有人说 谎文剧的文章就是 搞笑跟哀愁是 好像软身兄弟一样并存 那你身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 那你写的文章 不是说传统的美文这样子 里头会出现一些 哭手的意象 搞笑的成分 这个部分你在创作的时候 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有意为之的 我觉得好像很少 会用这样的方式写作 对不对 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 大部分作家 你要嘛 你就是一路抒情刀 就是那个文风是很固定的 很少有像我这种 姑且叫精神分裂体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 就是你到底是要让我笑 还是要让我哭 对 就是我写的东西 其实大部分都是 是我生命的创伤 或是是那种跌跌撞撞 比较沉重的 人身上比较重的瓶颈 这一类的东西 他绝对不是很轻易咀嚼的 可是我在书写的时候 我用的却是一种 比较调笑戏虐 就是很不正经的 路数去写 为什么 应该说也是有点 歪打正着 误打误撞吧 因为自己是中文系出身 中文系大部分出色的作家 都容易有一个文艺腔 我不认为我可能有一点点 然后或者是很擅长 去写这种抒情的东西 书写美文的东西 那个只要念过几年中文系 然后有在修炼 写作这件事情 应该都可以写到 蛮有水准之上 可是我会有意识的 意识到这件事情 就是我不太想要 因为写这样东西的人太多了 我是有想到说 如果用一个同样很抒情 很哀愁的笔法 去讲你生命中的沉重 听起来是很合情合理 可是我会觉得很容易腻 我自己也容易腻 会不耐烦 读者可能也会觉得 哇你已经讲了 生命这么惨了 然后还要用一个 这么负能量的方式去书写 所以我在写的时候 我就想有没有办法 可以用一个比较 相反立场的角度 有点像是有一部电影 叫令人讨厌的松子的一生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最近又重印 对其实就很像这部电影 就是你如果有看就知道 就是剧情我不赘述 就是松子也是一个 命运非常坎坷的人 然后从家庭体制 到淘宝去当老师 然后也去做了各种职业 然后也爱上了不开爱的男人 总之他一路上经历了 非常非常多不顺遂的事 可是他从小就学会一个 像是自我保护吗 或者说是要去 好人喜欢的本能 他要去露出鬼脸 去搞笑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 我把这个搞笑跟哀愁 这两个看似不大家的东西 我把它挑合在一起 其实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可是久了之后 好像我后来得到的反馈 就读者给我反馈 其实也蛮有意思 有点举重若轻 就是不是用重的方式去讲重 我是用轻的方式去讲重 那某种程度上大部分读者给我讲重就是说又笑又苦 就是笑中带累 那这个当然就是我自己有意而为之 我希望他不要是一个这么中文系 这么抒情传统的那样的叙事手法 看来是蛮成功的 对而且就是有点像是把资人的苦痛啊 用这样子举重若轻的方式造成大家都可以比较有共感 所以这样子的出版品就是在出版编辑来看 也是觉得比较有意义 那你觉得写作是可以疗伤的吗 如果说这本书已经出来 你有觉得有一些伤是或多或少得到疗愈了吗 里面有一些比较沉重的段落 就是写到你自己生命当中那种最挫折 最失忆最痛的节点 虽然我刚好强调 我已经用一个比较调笑细虐 比较不正经的方式 其实它有点像障眼法你知道吧 对啊 就是先开那个障眼法 我在底下我其实是在流眼泪 像小丑一样 但是你们看到的是个笑脸 但是我相信敏感的人你一定还是看得出来 就是这个小丑是在哭的 对 所以我在写的时候会陷入很低沉的情绪 即便他是已经用一个这样子 比较调笑细虐的方式呈现 我每一次写或者每一次去回想 这些生命的低潮低谷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种 类似焦虑症或是恐慌症发作的 因为揭开长发吧 对对对 任何一个会 就像电影你要中印去看那个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都是很痛苦的 可是我觉得写完这本书对我来讲 就我现在有接受专访 我有提到就是说 我现在回顾去看八年多前 我出的那本书 那个时候我也陷入了一个低潮困境 我现在回头去看那个时候的我自己 我很想要去拍一拍他的肩膀 就是告诉他说 其实也不过就如此而已 那我现在 当然你可以说可能成长了 然后也有一些历练了 然后改变了一个人 一个人也有了一些面对挫折的智慧 那我现在看待我现在这个39岁的我 我其实很想告诉我自己就是 也不过就如此 其实大不了就如此 再坏也就这样了 不会再更坏 我已经在谷底了 那等于是说可能相较于统龄的人 我已经更早的老天爷就先把这些人生当中要学会的课题 试炼 对 就先让我在这个可能还不到40岁 就先全部学习完一遍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也许是一个礼物吧 就是写完这本书 虽然很痛苦 但是写完之后 我当然不会像太子这样去自杀 我其实现在没有这个念头 我就是告诉我自己写完就是继续好好的活着 他对我来讲就是告别掉过去的那一段 比较不堪回首的岁月 接下来还有人生还很长的路要走这样 是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也是有感受到啦 所以我们也好奇地问一下 因为现在写作动力看似是人生的负面能量 那接下来还会想要有别的写作计划吗 会跟现在的走向很不同吗 有 我接下来想要写小说 然后就算是我要写散文的话 我也暂时不会想要用写这种比较沉重或负能量的题材 我想要开始写一些温暖一点的路线的东西 对 但是细节我自己还没有很彻底的思考 可能就等这个宣传集过了 对 我自己再认真去思考一下人生的问题 这样会不会很心灵鸡汤 这个结尾 不会啊 感觉我接下来就 很期待 接下来我就是跨领域到那个励志文学区好了 对 不会就好像这本书里头也有一篇 是写到很知名的动漫鬼灭之刃 对 那虽然这部已经现在红到不能再红 但是文具是有从比较不同的角度去看 他会觉得像是太宰志也说过 不幸的人对别人的不幸很敏感 所以像鬼灭之刃里面的炭治郎 他就是一个很温柔很正面能量的角色 那有时候也会有人会觉得说 哪有那么正面 人家都要杀你了 你还这样子 是不是也很心灵激烫 但是其实又回到原点 因为不幸的人对别人的不幸很敏感 所以其实黄文具在这一篇的最后也有讲到说 他希望他自己有一天有所成就了 也能效法像炭治郎这样子的温柔对待别人 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一本就是一味的负能量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 我就废我就烂 那大家一起去死吧 就绝对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从谷底再爬出来的看到一些新的风景 好 那今天就很谢谢文具来聊聊这本新书 不知道文具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再跟读者朋友讲的 我想要讲的都写在书里 欢迎我们以文字相会之间姓名 好那我们还有可以期待的是这本书会有一个新书座谈会 5月15号 白六的下午在维俄独册 跟哪一位对谈呢 关孙子平先生 诗人孙子平 对 诗人孙子平也是自有福坎的主编 然后他对这本书也有很多不一样的透彻的见解 那就很期待那天他们两个的对谈 今天就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 如果你喜欢太宰志请留 或者喜欢黄文具的作品 欢迎到Instagram上面tag时报出版 或者搜寻脸书 时报出版思潮线粉丝团 留言跟我们分享 最后如果这集podcast内容对你有帮助 也务必给我们五星好评 谢谢收听 拜拜 拜拜